转载自百家号作者,Blue Book罗对中国足球的建议,白斩鸡们脸上火辣辣,网友,太丢脸的足球有着非常多的粉丝,C罗转会邮文是今年足坛的第一个重磅交易了。 在C罗转会邮文的发布会上,C罗说,他这个年纪的很多球员,都去中国或者卡塔尔赚钱去了,但是他认为自己还能在欧洲顶级俱乐部立足的能力,所以选择留在欧洲。 这句话真的是让中国人感到脸上火辣辣的,有很多媒体认为除了五大联赛,就是我们的联赛最好了,球星一大把,还有球员被巴萨给乡中强行卖走等等,这些事情就好像泡沫一样。 被C罗的这番话一针扎破,在C罗这些顶级球员看来,中超联赛就算是在火爆,又再多的球星,也只是一个赚钱养老的地方。 之前有中国记者问起C罗对中国足球的看法,人家直接回答,自己根本不关注中国足球,没错,C罗的话是有点刺耳。 但这就是现实,我们的很多球迷还有球员,教练,领导们都活在一个童话故事里,是C罗的话,让我们回到了现实。 最近,C罗也在中国开始了商业活动,来到中国后自然是要被媒体对中国足球提点建议的。 C罗还是肇实了说,他认为中国足球应该更多的关注青少年足球,让孩子们有更好的踢球环境。 这样未来中国足球才有希望,这番话又是狠狠的打脸了,现在这帮自以为了不起的白宅基球员们。 C罗的言下之意就是现在的这些球员,已经废了,靠他们进世界杯是不可能的了,只有关注我们的孩子们才有希望。 这句话也打脸了我们球迷还有领导们,有多少球迷是关心我们的青少年足球,很多所谓的球迷还不只是关注俱乐部还有国家队,甚至为了俱乐部还会其他俱乐部的球迷对骂。 领导们也是如此,为了自己的政绩,谁还等得及那些孩子们长大啊,我们只有让更多像懂路的中国足球小将的青少年足球发展起来。 中国足球才有希望。